大家好 今天是4月13号星期四的盘后 我们复盘一下今天的情况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也感谢您成为会员 观看更多的节目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标普500指数期货上涨1.30% 那对于空头来说 那么今天的空头可谓是非常的难受 对吧 那我们的多头波段呢 我们昨天说过 最好是等到阴线向下确认的时候呢 再去做空 那么今天并没有给出阴线 因此呢 如果你已经做过空的话 你要带好你的小止损 我们也一再强调空头呢 并不适合 这个比多头更乐观啊 并不适合这个更强势去重仓 对吧 那么现在这个点位呢 他有可能哈给出一个向下的回落 但是呢 你看今天这个K线啊 表现的还是相当的强劲啊 多头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维持一个整体啊 这个维持多头波段的一个思路哈 直到他去用持续的阴线来说服我们 那么持续阴线 那你至少有两根吧 那么昨天确实有一根 昨天是CPI 那今天呢 是PPI 对吧 PPI呢 又大幅的下降啊 也就是说呢 啊 在工业环境的这个通胀啊 控制的还 效果还比较好 就这意思啊 所以今天市场呢 还是相对乐观了一些 那么多头呢 啊 至少我 这个近几个月啊 都是以做多为主 还是啊 表示比较高兴的啊 特别是呢 我们持仓的那些 多头的仓位呢 这个K线表现的都还不错啊 都是啊 上涨 这样的话呢 我们多头啊 应该继续的耐心的持有多头的仓位 而对于那些空头的交易者呢 他们啊 在近半年以来啊 一直都是以啊 空头的视角啊 自居啊 觉得后续呢 有可能继续给出空头 这种感觉 西海南呢 就是一直在赌是吧 嗯 就是说 咱们一直没有看到持续的阴线 他就一直去布局空单 那不管是过去 我们这几波多头做了啊 他们还是继续在这里 在这边布局空单啊 那很多呃 强势的龙头股啊 个股啊 都已经涨得直勾勾的上去了 他们还在布局空单的 所以呃 我是觉得呃 这样的呢 怎么说呢 我挺同情这部分交易者的啊 首先呢 他们的过去这半年多来的多头呢 他几乎没怎么做啊 其次呢 一直布局空单 很多强势的个股也让他们啊 这个很难受哈 好吧 怎么办呢 我也没有办法哈 这个市场是比较残酷的 嗯 说现在继续布局空单可以吗 呃 我们已经在今天盘前说过了 布局空单啊 还是相当具有难度的啊 但如果你布局空单的话 我们给我个人觉得哈 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 就是说你仓位要比做多的仓位要小 其次呢 你要见识不妙的话 那么比如今天这情况呢 你也可以适当的减仓 或者是干脆就呃 不做空了哈 这都可以 那么后续啊 出的出现一些啊 更高的一些顶部架构啊 或者是啊 接下来又给阴线了 你再可以重新的考虑是否去做空啊 那目前这样的K线呢 我是觉得有向下的概率 但是概率可能会再降低一些啊 咱们啊 不要绝对化 对吧 那么后续仍旧有可能有一些空头的机会啊 但是啊 这个啊 至少今天还需要再推迟一下这样的一个看法 对吧 我们啊 要随着市场的变化而不断的调整 我们看一下今天涨的比较猛的纳指 那么纳指呢 我们也画了一个小的下跌小鞋扑啊 那么今天的阳线又给弄上去了 对吧 这样的话 表明啊 当前的空头呢 还是相对弱势啊 但并不意味着后续不会给哈 那么后续什么时候给 我也猜不到啊 那我们希望看到持续的强势的阴线 你看 他就稍微跌了那么一丢丢啊 那今天就弄起来了啊 他没有 甚至对吧 这个位置还都没有时间跌破 甚至他都没有去踩这个水平的支撑区啊 这个支撑区呢 是上一波多头波段的高点 对吧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啊 应该要注意后续空头能不能下来的问题 那么多头呢 啊 应该呃 继续啊 维持一个相对中性偏小乐观的一种状态 政治啊 偏一点小悲观也没有问题 因为你捡过仓了嘛 对吧 有些图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捡过仓 那总比啊 这个后续再跌下来 你没有 完全没有卖 对吧 也不舒服啊 这个多头一直拿着 这个也并不是特别的舒服 当然啊 现在还在多头的势力范围内啊 因此呢 我们按照技术原理呢 还是偏真到上行的 那有一部分啊 这个做空的教育者呢 特别想要看空他 我是不希望特别想要看空 我是如果他给空的话 务必啊 要把这个各种啊支撑区啊 给他踩破 那么你看看这个稍微一踩一下就弹起来 是吧 所以啊 空头呢 要尤为注意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博弈的结果 不要去啊 追随 呃 这个 怎么说呢 那大部分人啊 他就一直想要看啊 抓一波大的空头 大家觉得 这个 这个多头趋势啊 近期这个多头趋势 呃 是不是抓大空头的一个机会呢 这个我是觉得啊 现在是看不到那么强势的空头 因此做空啊 盈利性的问题 还需要再考虑啊 呃 我这个频道还算是相对稳健的啊 而不是啊 这个 乱做啊 嗯 我们看一下 罗素 罗素今天涨幅呢 啊 还是符合我们的技术上的预期 那我相信啊 那部分啊 犹豫的多头 或者是啊 再次看强空的多头呢 啊 他们现在应该 有些后悔才对 对吧 那么今天罗素也是小福的收涨 那不管怎么说吧 我们啊 是在这些废置呢 尝试继续去做多的 嗯 传统股的道琴斯指数 今天又是大阳线 我们说啊 在这些附近啊 都是重要的阻力区 但是呢 一直就没有给出一些反转的架构 因此呢 不能去做空 我们的多头趋势线 目前仍旧是有效的 对吧 哎 那么现在呢 应该继续去啊 去摸一摸上方的这些阻力 阻力位啊 阻力区 好 总结下来呢 美股呢 呃 这两天的一个波动 还是相对较大啊 但是 不符合 不闻 就是基本 还不完全符合 我们的持续性的阴线 这样的 技术上的表现 那么市场确实是多变的 所以呢 对于空头来说 近半年以来啊 他们的胜率都比较低啊 他们的胜率都比较低 呃 怎么说呢 我 我们啊 这个频道是处在胜率相对较高的一侧哈 我们在熊市中呢 以以做空为主啊 以短线小波段多头为主 对吧 以为辅 以长线空头为主来着啊 那么近期呢 我们是以啊 多头趋势为主的哈 多头趋势波段为主的 对吧 呃 我相信啊 稍微有些判断力的人啊 就知道哈 对吧 所以呃 没有判断力的人啊 他基本上也不会啊 不会 不会抓到 这个我们的多头的盈利的一个机会哈 而是在不断的看墙空哈 这个有点 怎么说呢 没办法 这个市场就是有这类啊 交易者同时存在啊 好 我们看一下原油 原油今天收低 百分之零 呃1.03哈 那我们看到啊 它是一个回落 对吧 突破之后回踩 我们看一下 四小时 我们把这右侧关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嗯 对吧 那我们今天啊 对于多头的盯主呢 是呃 是觉得啊 这个要注意只赢的一个情况 看回落的一个表现啊 那么后续会怎么样呢 我是觉得这个位置还没有跌破我们所画的这种趋势线啊 那如果你后续你也没有主意啊 就不要去做啊 那有人说在这可以再做一个多吗 我觉得不好做吧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做多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的止损要很小哈 注意这个图我们是以日内交易的思路为主的哈 好 那么后续能不能跌破呢 还是有可能的 但现在还没有跌破 所以大家可以再继续观察一下啊 也就是说呢 之前做这多一般多头呢 还需要再测试一下 上方 嗯 好 这个是呃 原油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黄金 黄金今天可是暴涨1.47% 那对他来说 呃 再次创了一个不断新的高点 那我们今天盘前给出的思路呢 是啊 不要去轻易的做空啊 那么你看上去吧 我们说啊 不要去没有出现这种反转迹象的时候去做空啊 市场有可能啊 再上去呢 对吧 好 那么后续呢 当前呢 还没有顶部的一些架构啊 大家可以先看一些震荡行情啊啊 稍微回落一下看看能不能在晚上谈一波 对吧 好 这就是黄金 好 我们看一下重要的标的 其实重要的标的有很多呀 我们看一下柔库啊 那么柔库呢 继续在这里横盘 也就是说呢 多空双方的力度呢 势均力敌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啊 应该假设市场上行的概率会略大于下行 为什么 因为它处在我们所画的下跌趋势线的右侧啊 在这里稍微的一个停顿 那么后续呢 还应该假设原有的 也就是近期的多头趋势呢 没有彻底终结啊 否则啊 这个空头应该持续的暴地啊 那么空头不到低 又横盘 那我们应该预先假设它是一个上涨的中继 应该继续去啊 第一假设就是继续啊 看涨啊 尽管它在洗盘啊 没关系啊 应该耐心的等待 那么今天暴涨的也有亚马逊 那我们对亚马逊的态度是什么来着啊 继续看涨啊 因为它没有跌破我们的止损点啊 所以呢 我们多头呢 仍旧啊 在布局这些单子啊 不断的去做多 呢 对吧 它没有跌破我们的 我们的进场点位在这个附近啊 或者是在这啊 那么上一波我们做了一波啊 第二波等待一个回撤 第二波指定 我们再做 那么近期没有跌破我们的止损点位 那我们应该继续去做多哈 好 这就是亚马逊 今天涨的力度也相当大哈 算是大的 我们看一下奈飞 奈飞今天啊 也是继续反弹向上 对吧 我们的趋势线呢 可以看到 这位置呢 是经过了一个直勾勾的上行 小型的ABC 这里一个局部小型ABC 我们可以把近期的趋势线稍微调一下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去看看 它能不能去摸一下 测试一下最高位的这个航向的啊 阻力区 对吧 那如果能摸到的话就最好了 好 这就是奈飞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两天抄底的AFM 呃 那么这几天啊 他也是在这里震撼 理论上这位置仍旧是做多的一个点位 因为啊 我们近啊 几周以来吧 一个月 一个多月以来 这个底相对的一个低点呢 并未跌破我们上一波多头的一个低点 我们上一波也是做了一波哈 大家还记得吧 那我这个不坚持看的啊 就肯定就不知道我们这里怎么去赚钱的啊 啊 首先呢 呃 多头非常强势 其次呢 空头啊 并未跌破这地点 我们啊 在近几周呢 再次布局多单啊 比如说 呃 万一再跌下来怎么办 我们的止损呢 是放在这个 这这这嘎的下边 这块的一个低点 作为止损就可以了啊 这位置去追空的话 并不是很好啊 而正想法呢 考虑做多 看看是否是否能够啊 再走出一波百分之一百以上的一个利润空间啊 当然你可以不做哈 好 我们看一下TDOC 好 TDOC呢 也是类似的情形 你看 今天又收涨了啊 表明啊 这个位置还是没有跌破我们啊 建仓的区域啊 我们在这里建仓 止损放在这 对吧 那么还没有跌破 没有跌破 我们还有一定的概率呢 再去走一波多头啊 那么这跌破的话 我们就止损离场了 我们的止损和止盈啊 止损非常小 止盈啊 可能可以非常大 甚至更大 对吧 所以我们是以做多为主的啊 基本上就是做多啊 近半年以来我们啊 没有几乎啊 就是说对空头呢 都是极为谨慎啊 包括啊 这两天啊 这个空头啊 昨天啊 我们说如果你做空的话 我们盯住过空头啊 你的仓位要较小 要经得住回撤啊 呃 言外之意呢 不是太开好强势的空头 是吧 好呃 由于市场是波动的 你做空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哈 呃 但是啊 我这里并不是特别强调做空 苹果呢 苹果今天暴涨 对吧 你看 你看 又上来了吧 所以说想要去做空苹果 或完全去啊 这个悲观 我觉得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悲观 对吧 你可以小悲观啊 捡过仓也没有所谓哈 啊 但是我们一再强调对于苹果来说 你不能过于的悲观 它是龙头骨 我们也不是说事后这么说的 我们一直都在说啊 我们从底部抄底到现在 到新的一波的抄底 我们说啊 要至少形成双重底的架构啊 后续会不会跌下来呢 对于龙头骨 你不要看墙空了啊 它顶多是横盘洗盘一下 因此呢 你减仓是OK的 但是全卖了 不是他不是太OK哈 好 那么现在呢 你看 对吧 所以啊 市场啊 就懂事有多变性 好在我们大部分利润 今年应该都吃到了吧 没有吃到的就是那些空头们啊 那些空头们啊 他们并没有吸取教训啊 还是一直在看墙空啊 一直还看墙空 他们才愿意去布局大的单子 所以这类交易者 不管是他处于什么目的吧 或者受到什么影响啊 那么老是啊 看墙空啊 这种思路 在至少在近半年以来 并不是十分可取啊 我们看一下QS 那对于QS来说呢 它也未跌破我们的地点 因此呢 你如果已经布局过多单啊 我们要带好我们的殖存点啊 对吧 在这个第二浪的低点附近啊 再好 它有没有可能跌破 有啊 也有没有可能不跌破 也有啊 那谁的概率更高呢 应该还是不跌破的概率略高一点点啊 我们不敢说啊 这是百分之百啊 我们说啊 这个我们做的是一个相对的 相对的稳健性啊 相对的这种概率啊 那么这个概率呢 啊 在啊 已经跌过一波之后 再跌破这几点的概率会略低啊 啊 所以应该也是布局多单的一些空间 去挖掘百分之五十 甚至更大的一个利润空间 说它跌破的话 跌破可能只有百分之五的一个利润啊 损失啊 啊 所以啊 盈亏比是一比十 甚至更大 对吧 非常大的盈亏比 所以啊 非常值得去布局这样的单子 那么对于特斯拉来说呢 我们啊 近期给出的思路呢 也是不要悲观啊 不要特别悲观 先看一些洗盘行情 还是有可能的啊 那么持续的强空呢 呃 我们啊 即便是遇到这种情形呢 也是等待他去挖坑 然后加仓的 而不是让你去做强空的 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只需要耐心的持有多单就可以了 啊 好 经得住这样的一个震荡啊 而不是去做空啊 嗯 那么迪士尼呢 也是如此 那么昨天是根阴线啊 我们说要动吗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来着 我们的止损是在这个点位下方 第二浪的下方 那么现在今天又涨上去了 那怎么办 继续持有单子 按照计划来呀 对吧 他需要持续的阴线砸破我们的止损点 我们就因为止损而离场 或者是持续的拉收啊 或者是震荡上行啊 去达到更高的点位 我们啊 在最终减仓或者是怎么样处理 对吧 那么没达到这种两个卖点是不动的 那么轻挤妄动的交易者是不是很后悔啊 我们看一下open open呢 今天也是微涨 2.81%啊 对他来说是微涨啊 那他呢 也并未 并未进入到极为悲观的状况 而是弱势的震荡上行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叙事整理啊 其实上 上行的概率会略高一点点啊 对吧 因为上一波走过一波 那这一波也没有跌破左侧低点啊 所以啊 做多胜率高 我们的止损点 极限位置在第二浪的低点啊 这一浪的低点啊 也可以稍微提高一些了啊 一块四一块五这样啊 避免说啊 这个深跌 那没有深跌 老是猜深跌也不行啊 对不对 啊 所以这个 纯粹看空美股的这这类啊 呃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反正啊 他们这个脑子有了问题啊 我觉得啊 我们就是说 这不符合市场的运动方向了啊 他们就一直就跟我们在啊 三年前三四年前的时候 我们说啊 这市场有可能不会再给回调了啊 就会一直直播的上行了啊 那么他们还在看空一样啊 我感觉他们就觉得这个啊 经济不景气加息啊 就一直 一直想要抓一波空的大的 否则你做空的意义何在啊 都是弱势回车的话 比如说这处 相对于这个 他自己的多头波段来说 他是不是很弱势啊 这空头啊 尽管现在啊 现在视觉感觉就是空 空头就是一个横盘的感觉 对吧 而我们的多头是直够够的 在这两种两相对比之下 他老是看前空 这种概率肯定会比啊 这个多头要弱呀 那对吧 他是横盘洗盘 我们说过吧 洗盘有横盘有竖直的 他很显然不像这边那样 一直垂直下跌了 对吧 所以对于DKG来说 目前呢 我们的止损点可以提高到 17到17块5一带了 对吧 小止损大止盈 对吧 这叫盈亏比非常好 那对于半导底行业 大家今天看到 又是一根小阳线 但这并不意味着 多头就一定会强势的回归哈 市场呢 仍旧期望啊 再洗一洗盘啊 为什么要洗盘 为什么要洗盘 因为啊 用望上走呢 他上方的套牢盘越多 那些看空的交易者越多啊 要把他们给洗掉 对吧 甚至在 再砸一个坑啊 让这个空头啊 获利 然后呢 强化他们空头的认知 多头呢 继续啊 反向做多 对吧 抄底做多 他们就如此做空 我们就如此做多 实际上空头的波段 你看比较小啊 而多头部段更长 这就是相对强弱哈 好 那么其他的图呢 其实今天表现的都还不错哈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呢 实际上也是在这里洗盘啊 那 但整体上呢 还是一个第四浪的感觉 对吧 一二三四 那第五浪和第四浪 我们之前说过哈 不要太过着急 他有可能洗一阵子 为什么 你看他上方是不是个横盘 他就要洗掉这个横盘的交易者啊 就一直往上拉收啊 一旦往上拉收啊 这他们就解套了 不给他们解套机会啊 这就是市场当前的一个动作 说后期会持续暴跌吗 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不跌 有可能就是横盘洗盘啊 好 呃 那么其他的图呢 我们明天盘前可以再说哈 再分析 总之呢 多头目前 呃 还是在主导近半年以来的行情啊 我们啊 这半年以来 还是主要还是通过多头赚到的钱 对吧 好 我们啊 后续呢 再再再更进市场啊 市场变 我们再变啊 市场不给持续的阴线 那也没办法啊 好 我们啊 这个今天先说到这里 再见